在如此宽阔的雪地里滑雪 还真是令人身心愉悦呢 如果不撞到书的话 通常小朋友都是挺怕打针的 然而下面这位宝宝真是勇士 死死地盯着医生 从开始到打完没有任何反应 说得那么恐怖也没什么感觉嘛 你们这些人啊太娇气了 打个针有什么呀 小菜一碟 幼儿园老师教小朋友唱歌 下面这点宝宝可就厉害了 那是在用生命唱歌呀 看看这认真的小表情 再看看这动作 为了学唱歌 这也是拼尽全力了 来来来 你真的知道自己在唱什么歌吗 怎么感觉你完全云里无里 总觉得帝君的发官有点眼熟 一时想不起来 今天正在写稿子的时候 我忽然恍然大呼 这不就是我的钢笔头吗 造型师大人 你的灵感来源真是多种多样啊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 蚊子苍蝇别想靠近我 自从有了这个电纹牌 骑车上路再也不担心小飞虫啦 这位小哥请下车 我们要陌生你的电纹牌 拜拜 拜拜 拜拜